德國柏林至尊老活塑 增強的益力暢通血管加強老婆活力 屈臣屎有愁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佩文 以後是取材至《世界的十字路》 發表於《大紀元新聞網》的節目內容 中共黨魁習近平被奪取軍權的傳聞 傳得越來越嚴重 究竟黨內的高層現在是如何爭鬥 習近平和普京是否真的有國際顛覆的戰略 對於美國的大選 大選台海局勢又將會帶來什麼的衝擊 首先是張有俠訪問越南 又如何被認為是意外曝光了北京高層的內鬥 張有俠在10月24日到26日 率領代表團到越南訪問 受到高規格的禮遇 幾乎是不下於國家的領導人 更有趣的是一件這麼大的事情 中共黨媒卻反常這麼弱寒善 一個字都沒有報導 引發起海外高度的質疑和議論 一直到10月26日 黨媒才勉強發出報導 但是黨媒的今次報導是非常之有意思 新華社的報導標題叫做 粵共中央總書記蘇琳 國家主席梁強 政府總理范明正 分別回見張有俠 大家知道中共官場的外視報導 絕大多數都是有個潛規則 就是在標題的裡面 要將中共的官員放在前面當作主持 來控託出中共是主角 其他國家都是配角 所以這次黨媒對張有俠的報導 不僅時間拖拖拉拉 還故意將張有俠放到據美當配角 並不符合官場的慣例 另一個令人疑惑的細節是 根據越南國家通訊社的報導 粵共黨魁蘇琳回見張有俠的時候 又請張有俠轉達對習近平的問候 但是報導的旅程 並沒有看到張有俠的回應 梁強回應張有俠的時候 也都提到習近平 但是張有俠同樣是並沒有回應 簡單點來說 越南官方高調禮遇張有俠 但是報導的旅程 張有俠並沒有提到習近平 這是非常罕見的神秘學 因為共產黨是非常重視宣傳 這種愛事報導的中文通稿 按理說是要給中方先看過 即使是沒事都要先審查 中共看完之後 如果覺得有不妥的 一定是會向越南反應要求修改 但是越南黨媒的報導裡 確實是並沒有看到張有俠提到習近平 但是在中共黨媒的報導裡 卻冒出了一段 張有俠轉達習近平對蘇林的問候 這個等於是故意插入了習近平的名字 營造了習近平仍然是凌駕在張有俠之上的氣氛 所以說中越兩國黨媒的報導 突出了不一樣的權力結構 越南媒體透露的是 中共高層有權力的移動 但是中共黨媒仍然是用習近平的名字 押著張有俠 這個是否掌控黨媒的人 是故意要貶低張有俠 這樣究竟是誰正在掌控黨媒 會不會就是中央書記處 書記蔡奇 中央宣傳部長李書女 還是王滬寧 因為他們都是習近平重用的人 所以這些詭異的跡象 最有可能是反映出兩件事情 第一 習近平被奪取了軍權大概率應該是真的 第二 習近平的人不想坐以待斃 也想辦法通過他們的控制力量來反擊 比如說利用媒體大寫文章 只不過是不敢太過大張旗鼓去鬥爭 畢竟對方手裡的槍更加有殺傷力 如果習派真的想要反擊 或者想要奪回權力的話 我們就要將這場國內的權力鬥爭 拉高到國際層次來關注另外一件大事 就是習近平最近飛到俄羅斯 參加金磚峰會 同時又跟普京會晤 這是今年他們第三次會面 習近平參加金磚峰會 這是例行公事 重點是他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 跟普京面對面密談 而且時間點剛剛好 就在他傳出被奪取了軍權之後 以及美國大選即將投票的前夕 大家知道在去年的3月 習近平在俄羅斯會見普京之後 被媒體拍到 他們要聯手推動所謂的百年大變局 這個百年大變局究竟是什麼 中俄雙方都並沒有對外透露 但是我們分析過簡單點來說 就是一套顛覆現行的國際秩序 令到中俄雙方可以脫困解兔 同時又令到中俄有機會主導世界秩序的國際大戰略 但是中俄又要如何脫困解兔主導世界秩序 習近平跟普京這個時候會面 很可能是有一個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討論美國的大選 當然不是討論他們支持誰當選 因為無論是賀錦麗或是特朗普當選 美國對他們的施壓和圍堵 基本上是不會有太大的路線改變 既然如此還有什麼是需要討論 很顯然就是要討論如何干預這次美國的大選 使美國在選後陷入內部的大亂 天下大亂、分身佛術 這個才是對中俄雙方最有利的選舉結果 中俄雙方又會如何去干預介入美國的大選 除了網軍的輿論戰 攻擊反共政治人物社交平台 發布假信息煽動分裂之外 也可能是攻擊兩黨的候選人 藉此製造仇恨、互不信任 甚至是被認為 還可能出現電子投票系統被攻擊 製造異常得票 其中電子投票的爭議過去就已經發生過很多次 如果中俄再次利用這種手段干預美國大選 就會造成兩黨選民的長期職怨大爆發 美國社會很可能是會陷入動盪的局面 這種動盪的局面更可以為中共製造所謂的 2025機會支槍 也是出兵台海偷襲台灣 中共目前雖然沒有足夠的能力 對抗美日台的聯合軍力 但是中共也一直不放棄尋找機會來去突襲台灣 如果美國在大選之後被國內的動盪困住 而且破腳的拜登政府疲於奔命 然後又被俄烏戰爭和中東的衝突綁住了左右手 再加上日本這次大選結束之後 政局陷入動盪之際 手上可能又要換人 中共就可能想冒險倒一次 想倒美方和日本有沒有能力 是否能夠應變台海的衝突 雖然軍權不在習近平的手裡 但是它很有可能會跟高層的大佬們 推銷這個不可多得的好時機 希望高層的大佬們跟軍方同意出兵 拿下台灣完成統一大業 建立大佬們的不勢之工 令高層的大佬們和張友俠名垂千古 這個說法很可能會有一定的誘惑力 其次美國國內的動盪 加上烏克蘭、中東、台海甚至東北亞 都同時出現戰爭 這麼多起火點的局面 就會令美國更加分身佛術 分散美國的兵力部署 大量消耗美軍的資源 就可能會削弱了美方對烏克蘭的軍活 就會有機會令俄羅斯找到解套的出路 如果這幾個目的都能夠達成 習近平就等於是在國內統一和國際統戰上立了工 他的權力危機就會有機會解套 甚至還有可能是奪回權力 重新掌握黨政軍三位一體的大權 所以說習近平和普京在這個時候見面 不僅是要推動百年大變局 來為中俄雙方的困境解套 更加重要的是 習近平想通過這個變局 來為自己的權力困境解套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語語版》部分內容 容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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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